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会人家是认识你 可是叫不出名的 那种是很痛苦的东西 还好就是我把持住 就是我一定要达到目标这样子 要不然那个时候 如果放弃的话 那就一定没有 所以我都觉得 台湾人的意志力很强 他那个韧性太强了 就把持住这样子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菜头梗的滋味 今天三位来宾呢 来谈一谈 风光的事迹底下 一些无奈 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那种心情是什么 来谈谈他们在剧中角色的一种心情 首先来欢迎的是 在这个洪家的大柱子 我们欢迎龙少华 龙哥 大家好 接下来呢 是身边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我们来欢迎徐立文 大家好 我是立文 主持人好 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张书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书伟 刚刚提到了 风光的事情很多 话罪也给你打 什么事情都可以你做决定 想不到自己儿女的婚姻大事 竟然一桩一桩一桩的都错过了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正常平凡的一个人的话 当然可以完成这个心愿 我觉得听说变儿都是讲买的 当你得到什么你就会撕掉什么东西 嘿嘿嘿 它绝对不会脚踏两只船 两个船都很好 就是说你那个身份不一样 你得到什么会儿 可能你会撕掉什么会儿 当然没有完成这个参加儿子的婚礼是很遗憾的东西 但戏里面也有表达他的爱心 就是在跑路的时候假扮这个农夫 然后看儿子的里车从哪边经过 然后他在旁边偷看 看看他们我算是有参加了 然后为了爱面的人 你说很爱面子的嘛 看了两台列车而已 还在那边听说 哎呀 才两台哦 你懂得意思吗 这个就是那个信贷 嗯 过去是如何的风光 对不对 要派连20台都没有问题 居然只有两台 可是我们也提到了真的 人在起起伏伏的时候 我觉得他身旁的这位张省女士 嗯 我觉得不简单 我们来看看很多的女士都会去觉得 夫为天 夫好 当然跟着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必须要 到处躲啊 然后跟着 我觉得她的心境 她的角色 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 蛮特别的 我觉得其实张省是一个真的很厉害的女性 她就是要非常坚强 可是遇到她老公的时候她要柔软 然后要适时地点醒她老公 就是她是她的另一个眼睛 要帮她 嗯 帮忙她看 看顾这个家 她们的产业这样 嗯 然后跑路的时候啊 尤其是我记得有很多场戏就是 龙哥好像不喝 就是在那个角色是不喝酒 对 但她竟然就是因为失忆或是落魄 无法参加儿子的婚礼 然后就喝醉了 我觉得那时候的张省是非常非常心疼 嗯 她也会去觉得说其实就会很了解一个男性 当她很无助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些遗憾的那种郁闷心情的时候 反而她是她鼓励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对 那时候她就是个孩子 哈哈哈哈 突然就变孩子了 其实呢 每一个爸爸都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 嗯 跟学习的对象 尤其是洪玉良 其实她很小 然后爸爸给她的一个期盼也蛮高的 甚至希望她接棒 是因为她的个性上面跟爸爸会比较像吗 玉良师兄有两个哥哥 但是两个哥都是做一般的工作嘛 那其实就是调狗 她特别看重玉良师兄 我觉得她觉得玉良是有办法把她的事业延续下去的 她一定看到她这个小儿子有什么样特别的点 可能跟爸爸有一些基因是雷同的 然后做事情比较稳重 然后可能 对 之类这样子 因为从小就跟着父亲身边看着这一切 而且其实我们家并不是万恶不赦的那种 其实是很讲道义的 然后很照顾这个地方的就是所有的乡亲 所以其实玉良师兄会把父亲当成是偶像 我就是要走父亲这条路 在当时是完全没有的 对 而且她看到的是一些 有啊 我爸爸其实很照顾乡里的人 他觉得是是好事 这是对的 对 就是是非的话 他是是 他不是非 红丝条一定知道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其实是非的东西是每个人的一把尺 尺度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他是好的 可是别人看不一定是好 那我觉得心要振 一定要振 然后你尺度看要怎么拿你 然后他所教育孩子的东西 他是把以前的经验 以前得到的一些教训 来教孩子说就要如何 也不一定说教孩子就要走他的路 做兄弟 还是怎样 你们肯定去发挥 那如果有幸福的 还是有天文的 你来教我的 然后看到这个儿子就是好像 他好像有我这个路魔鬼 他可以来接棒这样子 然后我是觉得教育孩子 不一定要用强迫的 你强迫不一定会做得好 是 在这个戏当中有很多还蛮让我们可以 也许不是在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 去看到原来那时候发生了 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也算是说 在剧情里面其实都很实际的去呈现说 可能那时候的风气有大家乐啊 是因为台湾可能经济很好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觉得还蛮特别的是 后来的这个洪玉良 是看到了当中更大的商机 那个问题 对 商机 对 商机 书伟 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听过那一段的历史吗 有啊 小时候都帮阿嬷看那个图啊 所以也曾经 阿嬷老花嘛 然后我们就要帮她看 那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 书伟 你帮我看一下 写几号几号 对 回顾一下 当你投入在这个戏当中 在讲那些术语的时候 我现在全忘光了 那时候是问师兄 师兄很热情 常常常到现场来嘛 那师兄毕竟他经历过 所以他一定很了解这样 然后我就问师兄 大家的一些专业的术语 跟玩法 跟当时有多么的轰动 对 就是透过他的谈话当中 然后去揣摩那个表演的方式 龙哥一定刚好是在 拍拼那个时期有去感受到 但是到时候台湾人到底多么的打拼 多么的为自己的生活在用心 你可以回想一下吗 我觉得台湾人的意志力 还有他想要到最后一个目标 达到一个目标 就是不会改变 最前面几节的时候 你曾经有去回忆他曾经要选议员这件事情 也是这样 要算得要算最好 要让同人知道 对 就是那个头上洗 头上洗一定要洗 所以妈妈也知道他这个儿子的个性 如果做下去一定是无形器杂 做老婆人会不敢 说儿子这样为了事情无形 这算得到好 你既然要算 你给我算第一名 要做为鄉民什么的 你一定要做最好 没你卖 就这样 他为了达成这个母亲的目标 当然 当然这一半的功劳 我是觉得要靠这个阿嫂 我感觉做一个兄弟的老婆不是那么简单 有很多要自己忍下来 然后又要表现的那个东西太坚强了 那个当兄弟老婆不是那么简单 了解 有很多事情老公没有办法要去处理 对 并不是说老公在家做出来的事情 不是这样 很多大小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老大没有管那么锁 所以事情那么多 很多小事情要他来处理 可是刚刚讲到一个 有一些事情你做了之后 感觉上没有办法换一条路走 就像 就像你说表演这件事情 其实我要做了 我如果走到一半 我要换一条路走 我不知道走什么 二方面我不知道 感觉上就不能再回头 或是回不了头 对不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剧中所看到的红丝条 当他因为疫情专案 他必须要这样子到处去躲的状况之下 他们夫妻两没有想过说要换一条路走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角色里面 在角色里面 两个角色应该是蛮喜欢那种生活的 就他喜欢热热闹闹 他也喜欢赎很多钱 他也喜欢照顾大家 他就是喜欢那样 就像我们喜欢表演一样 所以不管就角色遇到肃清 然后演员可能遇到低潮 没有工作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够喜欢 你就会留在那里 对 所以他们也从来不会觉得 舒伟要换一种生活的形态 或换一个领域去做 对不对 最少我觉得张审跟红丝条是没有 没有想要换路走 那舒伟饰演的红玉良他呢 他当时候也都没有去 看到爸爸这样子 好像变成一个黑到老大的状态之下 他没有因为一个孩子看说 我要跟爸爸过一样的生活吗 如果他选择只是要跟爸爸一样的话 他也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成熟到去思考 还没有那时候刚退伍嘛 而且一心就是家里的事业为重 因为那时候的心思放在爸爸到底安不安全 只有这样 单纯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后面其实有了 但我们现在不要爆雷了 我们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懂 都要反走过才会有所觉悟 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不想想 那是做正常的事情 我们也不用放太大气望 而且年轻人才不想想 因为他当时候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所以还要经过多少历练 还要经过多少的波折 他才会有不同的想法 觉得黑社会黑道的这件事情上面 必须要有一点点的调整 当然了其实886给他的不全然都是不好的 我们未来也会看到 也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今天感恩三位的分享感恩 谢谢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谢谢我们下次见